大家好,欢迎来到白灰书屋,我是卉卉,愿你每天都有个好心情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记得点赞或评论,您的每次互动都是我前见的动力 咖啡是经过烘焙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品,与可可茶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 在很多人眼中,喝咖啡可以起到提升洗脑,消除疲劳的效果 除了这方面,咖啡的健康功效也是很多的 那么长期喝咖啡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变化? 减肥瘦身,对于生活中深受减肥困扰的女性来讲 平时可以选择饮用小杯咖啡 因为咖啡中含有的物质,可以促进体内脂肪燃烧 虽然咖啡的味道有些苦 但是在消耗体内热量,帮助排除体内毒素等方面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可以坚持下去,相信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 保护肝脏 根据有关研究发现 对于患有肝病的人群 平时适量饮用咖啡 能够降低50%左右患慢性肝病的风险率 而且咖啡能够刺激胆脑收缩 减少胆汁中一形成结石的胆固醇含量 避免胆结石的发生 预防癌症 咖啡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 能够有助清除体内坏的既有机 避免癌症的出现 同时还可以抗衰老 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 会有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而且根据有关研究表明 适当的饮用咖啡能够降低肝癌 结肠癌的发生率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专家表示 经常喝咖啡的人与不喝咖啡的人 患了皮肤癌的概率会大大下降 能够提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 人体内有很多的机油肌 如果体内机油肌数量增多 身体会发生化学反应 从而就会诱发癌症的出现 而恰恰在咖啡中含有大量的多分化合物 抗氧化能力比较强 如果每天可以坚持喝上一小杯咖啡 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很多人都会压力过大 或者困乏时喝上一杯浓郁的咖啡 觉得能够提升醒脑减轻压力 提高工作效率 医生 我这大半年老是腰痠背痛 网上搜索了说 很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 帮我看看严不严重 7月15日下午 一位神情紧张的年轻女士 来到了宁波市医疗中心 这位年轻女士就是李女士 经过一番检查 陈医生诊断 李女士腰痠背痛 竟然是骨质疏松导致的 她的骨密度比正常值降低了一个标准差 而骨密度越低 发生骨质的风险越高 骨质疏松 李女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是老年病吗 怎么自己这么年轻也会得 骨质疏松不是老年的专利 恰恰相反 很多年轻女性也容易得 主任医师解释道 这跟现在年轻的工作状态 和饮食习惯有关 李女士需要一段时间的饮食调整 药物不该治疗 据了解 李女士从事外貌销售工作 平时也比较注重身体保养 晚饭后经常到健身房打卡 但李女士的工作并不轻松 早上七点左右出门上班 往往数着星星才能回家 到了公司一直盯着电脑 中途并没有时间进行户外运动 一天下来几乎见不到太阳 很少有午睡中午都在上班 李女士告诉记者 为了保持工作效率 她和很多同事一样用咖啡续命 每天一杯是必须的 有时候晚上熬夜 还要来上一杯 李女士回忆说 见不到太阳 有摄入太多的咖啡因 真是诱因 现在像李女士 这样的年轻骨质疏松症患者 越来越多见 陈主任解释道 一方面 女性本身骨架的骨含量就低 另一方面 跟日常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医生介绍 阳光可促进皮肤的维生素D 转化为钙被人体吸收 也可以促进人体饮食中的钙 被有效的吸收 另外 咖啡因可以使人体骨盖丢失 导致骨质疏松 还有一样饮料 同样也会导致人体骨盖丢失 陈主任所指的 正是时下年轻人 非常爱喝的碳酸饮料 比如可乐 雪碧 此外 酒精则会阻碍人体对钙的吸收 骨质疏松是可防可制的 陈主任强调 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少熬夜 限制喝酒 如果真理不开咖啡的话 建议同时补钙 例如海产品 牛奶都是很好的补钙食品 他还建议 平时增加户外活动 适当锻炼身体 晒太阳是预防固质疏松 既方便又有效的方式 咖啡受到人们的血爱 但人们对咖啡的了解并不深 比如咖啡不能和什么一起喝 咖啡什么时候喝 怎么喝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什么东西不能和咖啡一起喝 咖啡虽好但也不能随便喝 有些东西与咖啡一起喝 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尤其是以下这几样东西 1.酒 酒中的酒精和咖啡中的咖啡因 都有兴奋作用 如果同时饮用 无论是葡萄酒还是啤酒 都会对身体产生巨大刺激 引起头痛失眠等现象 会对人造成较大的负担 若心脏有问题 或者有振发性心动过快的人 同时饮用咖啡和酒 可能会引发心脏病 2.茶 在用完咖啡后 很多人觉得每滋味 这时候又喝起茶来 这两种食物都具有 醒脑提升的效果 茶和咖啡都有活血 醒脑提升的作用 如果两种食物搭配起来 会对大脑神经带来更大的刺激 让身体处于兴奋状态 引起失眠 最后患上经常性失眠 对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3.黑木耳海藻类 铁在黑木耳海藻类的食物中含量较多 但是咖啡中的丹尼酸 会降低人体对铁的吸收 可以同时使用咖啡和黑木耳海藻类的食物 会阻碍人体吸收铁 严重时会引起贫血 4.香烟 美国大学新脏学的研究统计表明 在吸烟时饮用咖啡 主动脉动血管会发生短暂性硬性 长期以往会对人的供血系统产生破坏 另外 边喝咖啡边抽烟 会使牙齿变黄 口腔有异味 对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好处 喝咖啡的禁忌 早上不要喝咖啡 精神起床后身体会分泌保持头脑清醒的荷尔蒙皮质醇 如果此时喝咖啡会让身体保持兴奋 引起头痛和心悸等情况 特别是空腹喝咖啡 为刺激我们的食道 引起胃酸逆流 一天不要超过三杯 对于成年人 一天饮用咖啡的量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会导致神经处于兴奋状态 同时还会加速尿液排出 导致体内流失大量的维生素 所以咖啡虽好也不要过量 每天一到两杯最佳 特别是对于孕妇来讲 因为分解咖啡因的速度减缓 建议平时最好不要喝 或者是选择浓度低的一些咖啡饮用 半小时内喝完 15分钟后漱口 咖啡中含有的丹铃酸 会以口腔中的蛋白质结合 让牙齿变黄 所以一定要减少咖啡接触牙齿的时间 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饮用完 立即漱口 如果这样做 会让此时处于肉酸性的牙齿腐坏掉 最好的方法是静等15分钟之后再漱口 因此大家要善于饮用咖啡 饮用咖啡一定要有节制 如果对身体起反作用 那就得不偿失了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记得关注我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我下期见啦 我下期见啦